双反调查进度落后 国内太阳能厂商最近接单量是增加的 能见度已经看到了6月份 目前业界也传出了好消息 茂迪玉京将会代表国内的厂商 担任调查应诉人的角色 如此一来中国大陆争取代表台湾发言的危机 就可以宣告解除